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雪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八义篇第二十章 子曰 官居乐而不饮 哀而不伤 子曰 官居乐而不饮 诗经 官官居酒 载荷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一经起手已说 乾坤定矣 中国注重五轮 一人为匹夫 匹户 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一夫 一户 名士 语经这个定字很好 八卦有老阳 老阴 长男 长女 中男 中女 少男 少女 共八口之家 五轮规矩定了之后 不再更改 从前嫁女儿时 用茶叶 就有不再改嫁的意思 按 因茶树不能移植 必须用种子 种植 所以 以茶叶做礼物 住 种植不宜 知植 暗欲 女子 坚生不宜 嫁鸡 随鸡 嫁狗 随狗 从前 朱买成 因为修妻 而被汇头名状元 社会上也不理他 这一段 血流老人 引用诗经 给我们讲五轮 定得非常好 以及夫妻啊 是一生的事情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 所谓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从前 汉朝朱买成 因为啊 他修妻 就是 跟他妻子离婚 他考到状元 考到第一名 但是因为啊 他跟他妻子离婚 所以状元 失明被废除了 社会上啊 也不理他 所以在我们中国传统 对这婚姻啊 非常重视 这离婚啊 在过去是大事 那不像现在啊 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离婚 实在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现代人啊 不重视婚姻 男女居士 人之大伦 有夫妇 然后有父子 兄弟 这是天伦 结婚 要得到 一个有得的好女子 这个非常重要啦 这个关键要有得 这个女子啊 要有得 如其宣王 娶无缘女 中离村 其宣王啊 娶这个无缘女 中离村 就是因为中离村 有妇德 其得有得的妇人 然后可以教国人 周朝八百年的天下 是太太帮助的 贤内住很重要 所以文王 施得贤女 帮助治国 这周文王啊 就是想得到一个 贤德的女子 来帮助治国 这个是 官居的意思 夫妇是轮死胡言 不可以随便 这个是要慎重的 夫妻是五轮的开始 福报的源头 不能随便的 乐而不饮 乐得后辉之嫌 不是因为后辉长得漂亮 这是幸福的源头 其可随便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 起妻啊 起贤啊 不是喜漂亮的啊 漂亮的如果不贤啊 那么这个家庭就 衰败了 家就不成家了 所以这关键啊 要有贤 要有德 这个家才有幸福 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的 哀而不伤 求此不得转转反侧 这是忧虑国家 有谁能来帮助治理 称吃性菜 这才性菜共太妙 哀 哀贤女未得 哀国家还没有得到贤财 哀这个是这个意思 就是还没有得到贤财 所以在哀这个事情 这个是哀而不伤 诗经三百篇的第一章就是观居 这一章大家可以学学 这雪入老人啊 勉励我们 这个 诗经一共有三百篇 那么第一章就是观居 观观居酒 在河之中 这一章 那这一章啊 大家可以学学 这个非常重要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不会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